當然整個 trailer 最爆、最令人關注、最令我興奮 或者很多Marvel粉絲興奮的就是 聽到一把聲音 那把聲音是… 你很多年沒聽 就是X-Man 究底X-Man的Professor X那把聲音 即是那個… Xbox 光頭佬 對,坐輪椅那個 然後牽引到Marvel裡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組織 叫做光明會 Enominator 這個Enominator是一群Marvel的世界裡面 最聰明的六個人就會走在一起 那有哪六個人在Marvel的世界裡面 Iron Man Professor X Dr. Strange 神奇四盒 Mr. Fantastic 接著有一個叫Black Boat 叫黑福王 黑福王 黑福王是什麼人呢 就不要以天吐龍記的福王 不是青翼福王唯一笑 不是不是 而是Black Boat 那這個黑福王是什麼人呢 他是一個月球人 慢慢設定他是一個月球人 他們有一群貴族在月球上生活 他就是那個王 即是那個皇帝 他有一個能力是什麼呢 就是他一說話 他一說話 他的能量原來是來自他的聲帶 即是你當他是思考公 他一開口思考公 那些人就死了 所以他大部分時間都是不說話 所以他的主題曲是 可以笑的或不會哭 或者寧願一生都不說話 都不想說假說話 對 炸爆你 即是他就不說話 簡單來說 又或者是複雜來說 如果有看奏術回戰的話 裡面其中一個角色就是這樣 他一說話 那個說話就會變成日文 那個日文就會攻擊你 類似這樣 因為為什麼他要叫Black Boat 因為是蝙蝠 蝙蝠是靠聲波來定義 他叫出來然後彈回來 知道自己在哪裡 他就用了那個概念 當初創作這個角色 就是他的聲波原來很厲害 他一開口思考公 就會炸爆你 然後還有一個 英文我不記得了 譯名叫做納摩 納摩 阿特蘭提斯之王 對 阿特蘭提斯之王是什麼人呢 就是這個光明會裡面 資歷最厚 年紀最大 因為他在整個漫畫世界裡面 第一個在角色設定上 是生出來就有超能力 以前Maffle開頭很早期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角色 就是逐個逐個寫出來 大部分他們畫的都是一些 比如打血清美國隊長 然後Iman就是給錢去製作出來 然後蜘蛛盒就是咬 咬很多 但沒有一個是生出來沒有我就是這樣 他就是第一個角色 是生出來就天生擁有超能力的角色 什麼超能力呢 他可以飛 他可以… 就是那些力大無窮 即是超能力大無窮 你當是超能力大無窮 是的 之如此類 因為阿特蘭提斯就是一個神秘 曾經說存在過的角度 存在過的角度 但不知道在哪裏 沉在哪裏就不知道 很多黃金 是的 所以在那裏就創作出來 所以這六個人就是堪稱在Marvel的世界裏面 智商最高的六個人 那這六個人就在那個漫畫的世界裏面 就會自己說你又聰明我又聰明 不如大家坐下來 聊聊一下 然後大家說挺好聊 不如我們又這麼聰明 這個世界全都是豬兜來的 不如我們自己圍著聊天 有什麼事地球有什麼事 我們就出動了 每一都搞定了 所以它就叫做光明會 因為光明會大體的概念也是這樣 就是一班社會的言辜 他們在幕後操縱世界發生的任何事情 這也是另一種當時的創作 放了下去 所以就說這個聲音就是 X-Man的Professor X在 就是說這個光明會終於由漫畫世界 帶到電影世界 我這些Marvel迷雞 嘩 厲害 不得知了 開心就不得知了 所以就說這個是整套戲 大家最期待最期待的 因為不知道會否因而多了很多角色 還有是否真的引證到 X-Man終於回到Marvel Studio的懷抱 因為很多Right都回來了 因為有些版權問題 我們過往為何說漫畫裡面 例如如果看漫畫的Infinity War 或Endgame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角色 但是很多的角色 其實因為上當年Marvel窮的時候 就賣了出去 賣了出去 賣了出去 或者轉讓了 但是近年他們不斷收回來 拿得多少得多少 合作得多少得多少 所以才有Spiderman的出現 這是其一 其實就是剛才可能 阿斌仔說的內容 有些複雜 人切有點辛苦 你想想當天C4 War 是 美國隊長3 是嗎 第三集 第三集 就叫C4 War 其實他等著一個Advanger 是啊 因為當天就是 其實 嘩 半套那麼多人走出來 從來我們看電影 美國隊長主角 就是美國隊長主角 最多插一兩個人下去 是啊 大家容易消化 C4 War走了第一步 就是一踢了一堆人出來 魏俠 黑炮 Winner Soldier Falcon Spiderman Wonder 很多vision 很多人集合在C4 War 你以為美國隊長是單頭電影 然後他開拓了一條路 就是單頭電影 其實都可以融入很多不同的角色 主角線是那個人 始終都是美國隊長 是 但是 Iron Man是配角 然後還有一堆其他Super Hero 就變成了集合在 在他的電影是配角而已 是啊 是啊 是 平星賀手 有了一個這樣的設定出來之後 就開始了 你看到Marvel的路線 就是每個所謂的 獨立的主角的電影裡面 都會有其他的英雄出現 亦都有其他的配合 去推進他未來的十年 怎樣去走他的路 他現在不斷洗所有東西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哇 你都做些新角出來 記不住 還有繼承 但Dr. Strange 你就會覺得 除了有新角之外 亦都 你看到有些舊角 或者是有些我們很期待的畫面 或者是一些Marvel迷想看到的東西 當初Civil War都是很多Marvel迷想看到的東西 就是兩派大戰 就是Ironman派和美國隊長派兩個 一個就說我要公開身份 一個就說不行要隱藏身份 這樣去到大戰 去到現在 Dr. Strange 也是因為一個多元宇宙引致到不同空間 和這些英雄走出來 去變成了一個又是一個新的trend 所以大家看起來 可能聽起來有點複雜 但到你看起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消化到 現在我們也幫大家梳理一下 先了解一點點 讓大家看的時候又舒服一點 還有他最有趣的就是 因為這個續寫方式 你有某些角色 如果他太久沒有出場 人們又不記得 但如果你特意為他開一套 你又覺得會收不到 即是未必收到他的票房 那錢未必買得好 於是就說 好了不如這樣吧 近來這個人奈母出場 讓他扔出來說兩句 你又記得他 我還沒死的 不過我正在做這些事 下次再見 拜拜 類似是這樣的狀態 然後大家又會覺得 那個 你猜不到他什麼時候 會派誰出來和你拜年 最好玩就是這裏 例如黑福王 以前二人族出現過 有一個影集叫二人族 但最終不能收 沒有位置 沒有人記得 但現在未有人知道 究竟是否真的會有光明會 或者叫光照會 兩個譯名 究竟這個黑福王 是否找回當年拍二人族 那個黑福王去演 有傳就說是 大家都未知 還有究竟這個光照會 是否真的坐滿六個人 還是還是這個光照會 只剩下 光明會 只剩下 XBOX 對 XBOX在這裏 大家看完這裏 有很多猜測 有很多其他角色 大家期待著 是很… 這次這裏 是帶出一個多了很多… 一般人看很多的疑問 是 但亦都是MARFUL迷 很多的期盼的一個內容 因為其實你見到 她由… 開始由… Black Widow的個人獨立電影 接著開始介紹了 她的妹妹出來 其實慢慢她都是 找第二梯隊 她將那些人繼續承繼下去 然後譬如說 在這個… 鷹眼 即是Hook Eye的片集裡面 即是她自己的電視劇 在Netflix 在Disney Plus Disney Plus 有播放 接著那個也會告訴你 她有下一任的鷹眼 有個女生走出來 所以今集這個 Dr. Strange 你也看到 trailer裡面 有多一個新的角色 叫做美國小姐 就是你見到有個女生 年輕的 接著穿著牛仔背心 她借一顆星 那個就是一個 還未完全得到 超級力量的 新的Avanger 因為她如果得到力量之後 她的技能 我記得是她可以飛 伸長的手是不是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伸長縮短 好像Mr. Francesc 那個 那個不是那個 那個是Mr. Marvel 這個是美國小姐 另外一個 她也 在Young Avenger裡面 算是其中一個 會出得多的角色 所以這套又是 有點耳腦帶身的狀態 等大家認識了之後 第二梯隊很快就會再生一個故事 就是這群年輕人 怎樣去到他們開裝呢 慢慢一直鋪下去 因為其實演員也未必熬得久 說真的 因為這樣做法 搞不定 而且有些演員 都會經常討論 譬如說我一輩子都只做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是最令人賺錢 但作為演員你又想試大些東西 但很多時候 出身去試 都懶得慘 基本上 又要回來鎖定 最厲害的是誰 可能已經是羅伯唐尼 羅伯唐尼 打算去拍《福爾摩斯》 都是一般 你這個世界 你都覺得那個是Imming 你都覺得那個是Imming 近來Tom Holland 他也是福爾摩斯 是他新的Shelot Dr. Strange 他好一點 就是因為他之前拍過很多 他拍過很多 如果你一直有看 荷里活電影等等 你… 即是陶寧 你又記得是他 你會知道他是這種演員 然後他才做Dr. Strange 但是在世界來說 他也是Dr. Strange 是 世界看到他也是Dr. Strange 是的 所以我看完這個電影 我都非常極度 十分期待 但是這是五月的事情 至於到時到時再算 但你說我頸渴很辛苦 咬了 那怎麼辦呢 剛才有人提供了 不知道阿成還是誰 跟我們說 Netflix現在有二人續看 但是留意 Netflix的Marvel劇 有很多沒有了 Netflix的Marvel劇 就是準備舞 很多都是準備舞 例如夜魔盒 是 因為以前沒有Disney Plus的時候 Marvel也有拍很多劇 例如神訓局等等 Ajian Carter 是的 但是這個應該Disney Plus 出現的時候 但他又可能未必能買東西 放在Disney Plus上 他不承認他 這些東西來的 他自己做出來 但他又說我不要 因為當時是跟Netflix合作 但是他就因為Disney Plus 應該 就是估計 想將雨就拉起來 是的 所以會不會重啟 或者再拍 是一個謎 但是他就會將它下架 所以要看的話 如果香港的話 應該是去到三月份 左邊就開始陸續下架 要看的話可以快看 是的 其中一個 大家現在在居家 沒什麼做 晚上的時候可以追回的東西 另外值得留意的 就是如果有看視像的朋友 我們現在的背景 就是Dr. Strange 最新的Postar 這個Postar就好像之前的Spider-Man 大家有很多解說 你看到Dr. Strange 他一大個在中間很有型地搓著姿勢 然後看到他爆開很多玻璃 其實很多玻璃碎片裏面 都有一些角色的剪影 有Wonder 有阿王 右上角這個女生 有眼睛這個應該是美國小姐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 這100更多精彩的節目 等待大家 卻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連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